好 那么到这以后呢 那么我们来做一个练习 叫做组件的嵌套 并且传递参数 组件的嵌套 并且传递参数 我们做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有一个 副组件和一个子组件 然后呢 这个副组件里边 怎么说呢 就是 在副组件里边 其实有完整的数据 然后呢 副组件里有完整的数据以后 副组件把每一个参数 就是副组件在查询的时候 把数据全都查询出来 查询出来以后呢 在控制子组件的时候 把数据全部的传递给子组件 这是一个简单的方式 后面我们还会改这个例子 那么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嵌套的一个 呃 组件的模式 ok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哈 首先 还是我们那些东西 第五 id app 啊 ok 然后在这呢 script script要改什么 这睡一晚上要这个忘了啊 tax bible 对吧 bible是啥意思啊 当通天塔奖 对吧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首先我们把最基础的东西 lod 等于get 啊 document .get element byid 啊 这个地方有点郁闷就没有提示了哈 因为你他不知道你是个啥 app 所以你就得自己敲 不能错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是react dom 点 什么 render 对吧 然后在这儿是第一个 在这儿呢 我们有一个parent 我先不写这parent啊 这是o div 那么为了我让这个东西能用的话呢 一般记住 所有东西都是成对的在这写 我先class 呃 parent 啊 我这是两个组件 一个组件调容另外一个组件 extense 啊 react.com component 好 在这儿写完这个东西以后 我在这儿再写 parent 对吧 杠 公币 那么 至少在这儿的话呢 我们会把 呃 把这个东西奖上 con s dra c c probs super probs probs 然后这个地方呢 要写render 其实来讲呢 这地方应该他有一个get数据的过程 但是呢 我们这个里边就不写这个get数据了 我们在这儿写一行就是假装get的数 叫做 假装通过 阿甲克斯 呃 得到了 数据 好吧 那么在这儿我们就是一个大数组 来来模拟这个东西 users 等于 那么这儿呢是 ok 那么我们来给几个 比如id s01 搜号 然后name 啊 比如叫张三 然后这是h 25 搜号 基于这个改几条哈 s02 是03 这是第四 这是网五 这个呢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们现在是直播的你就只能看我写了 如果是录播的同学呢在这停一下按照我刚才的说法你自己去写一下你看看你能不能写的对 如果打搭的地方呢回头呢再开始参考我这块的来写看看怎么写然后这是return 扩号 两成好习惯 然后底下 底下怎么写 底下要返回一个url 底下一个-url 那么在整个url-url底下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开始 就开始循环了对吧 循环底下我们才开始用child 那么循环的时候这个里边呢首先我先这么空着这个地方我们把child的地方先写出来 那么是class什么child的extend的extend react component react 对reacted component component 然后大块小括号constructor 这个地方是props 然后呢 super plp 这个是个约境俗成的写法 这么写会养成一个良好的写 然后我看child child的这个地方呢我们 render 然后底下直接return return的过程中然后括号对吗 跟上面一样的 然后这个里边返回一个什么 li 东西包在li里边 那包在li里边的话呢 那么我们有一个name name的话底下应该是他传递给 也就是说 从父亲这传递给子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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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应的那什么 相应的一些参数 也就是说parent的要传递给child 因为数据是在parent的这边的 我们现在要搞清楚数据从哪进来啊 数据在parent的这边进来 然后他都出手画完了以后 然后他去他去生成一系列的child 然后在生成child的时候把这个拿出来的数据 他去再扔给child让child的能够变成 所以child的不用child的里边不用去拿数据啊 那么这个地方内部呢 那我们就先编两个吧 一个是内部一个是age 把这两个东西接进来 那是第四点 pops 当然上面我是还没给啊 那 然后呢 这是age 这个地方呢 是第四点 pops 我再往上挪一点 点age 好 那么他这呢 就ok 所以那么你在这要做什么 如果你写一行的话 他怎么写 你写一行的话 应该是这么写对吧 child的 然后是key 呃 首先先说他里边的东西吧 首先你要先把name给进去 对吧 name 我们其实可以先先那什么 先先不管上面那个 我们写一个静态的 比如就叫 王校长 然后呢 age呢 呃 等于 啊 而我 王校长中为r5啊 在这 如果我们是直接静态写的话 就这么写就可以了 你这么写的话 然后你 呃 就是view in browser 看一下 对吧 这就已经出来了 啊 又又又那样 设置为 默认浏览器 太烦了 这个是 默认浏览器老被360抢走 360太霸道了 ok 那他这就这么出来了 那么如果我要写一个循环的话 怎么写 我写完这个东西以后才能写循环吗 循环怎么写 那循环来讲就是要用上 用到上面一个东西了对吧 啊 不对不对 我怎么写到这了 循环在这 就这写完了以后呢 我现在要把它包的一个循环来 让循环把users这个东西拿出来 所以首先这应该有一个大括号对吧 这个大括号呢 然后底下有一个users 点map对吗 然后users点map 他其实来讲就是每一个要生成一个这个东西对吧 每次返回要生成一个这个东西啊 循环生成循环的生成他 循环的生成他的话 那么他的给进去的参数有什么 首先这这这就map了 map以后然后这里边应该是一个函数对吗 这个函数应该是给进去参数等号监扣号 然后 然后这里边return一个东西 那么return也不要 应该是这个结构的对吧 然后这里我们填进两个参数 以及一个item 一个index 然后这个地方变成什么 这个地方把它靠下来对吧 就每次返回这么一个child的 然后这个这么返回的话呢 我觉得太太那什么了 然后我在这加一括号 我也是为了怕出错 好我加一括号 这个括号是什么 这个括号其实就跟刚才return 括号跟这个一样 因为 跟这个里边return我上来打个括号的道理是一样的 对吧 因为这样做完了以后我可以干什么 我可以把这行 打回车打下去 看见了吗 这样看着能舒服一点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要开始替换了 他必须得用item里的东西 他要等于什么 他是大括号吧 是item.name对吗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age呢 是大括号 item.age 然后在前面 因为这是一个循环 所以还有key key等于什么 item.id对吗 让我们来看一下 对不对啊 咦 等会 出错了 说多了一括号 多了一括号 少了一括号 我看一下 他跟他相对 啊 这括号没了 少了一括号 刚才他为什么吃了我一括号呢 啊 对啊 这这这就对了 奇奇怪怪 好不理他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看到就是说 啊 我们通过这样的办法 我们就能做到什么呢 就是我首先有一个 这是一个副组件 这是一个子组件 那么副组件通过在这里面引用 其实你看rendor里面也是引用了副组件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副组件的引用了子组件 然后子组件呢 通过这个map的方式把自己产生出来 那他是接收了pops和这个什么的信息 然后在这呢 读了数据 读完数据以后呢 在这直接操作 OK 理解吧 好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整个的这个 这个组件签道 并且传递参数的一个例子